而15號的傍晚 結案相發生一起搶奪案件 一名劉姓男子疑似沒有錢買毒 假借探望民意在酒後直接搶走 行動不變爸爸的包包 警方接獲報案之後就成立了專案小組 當天在美輪一間民宿 逮到了犯案的劉姓男子 也查獲了疑似物還有一瓶毒品 當場以現刑犯把他給帶回 大批情景一擁而上 在花蓮斯區民宿內 逮到搶走父親老本的劉姓犯嫌 我跟爸爸都搶借你付錢 蛤 回答那什麼 哪一個 這什麼 那個 誰的 誰的 我的 下手搶走 父親的老本還跟胡群狗擋一起 買毒品 連辦案的刑警都看不下去 花蓮疾安分局日前接獲一名 行動不變的老人家報案 自己40多歲的兒子 五年沒回家 沒想到回家竟然搶老爸 老先生被搶走的包包裡 有6萬8千塊錢現金 還有證件 存責跟手機 行動不變的老先生 竟然被親生兒子下手刑搶 極安分局專案小組 火速破案 警方在現場搜出三包毒品 海洛英以及一小包 安非他命 流性飯協從父親那裡搶來的錢 一下子花的只剩3千塊 警方偵訊後 以搶奪及毒品等罪嫌 將流性男子移送地檢組偵辦 記者是許利勤 花蓮報導 記者是徽動的 記者是 傳到 优延 語作為 記者是